好,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的Arduino 现在我在A0上面接了一条线 另外一端是在这里是空的 那我们要找出电脑一个规则 什么规则 那我们先启用 A0是输入 让电脑告诉我A0是多少 我们来执行一下A0 当我们电脑执行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数字会一直乱跳 假设 现在我这个 导线的另外一端 如果我手去摸 你会发现他不是0就是1023 当我们的手碰到 导线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做什么 触控 利用这个特性我们就可以来做触控 然后 我们可以侦测当你摸到这条线之后 我电脑要做什么动作 好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停 程式暂时停止下来 我们可以让他知道说 如果我们这个脚位A0等于0 或者是 等于1023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要做触控的动作 触控做什么动作 请你发挥你自己的创意 去做 那我这边只做一个简单的 告诉你说 我有侦测到 你有摸我这条线 好那我们就把 说的这个积木 取代掉 好 一样每0.2秒侦测一次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的手不可以摸这个线 摸这个线 我的 手如果摸这条白色的线 他一样会变1.23 所以我的手 必须完全放开来 这导线都没有摸到的时候 那 那 都不说话 那当我的手去碰触 导线的时候有没有 他连碰外面的都会有 我的手只要碰到这个 整条导线的其中一部分 他就这样 就可以 做触控 好所以 我们在Arduino 里面 如果我们要用A来做触控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规则 当我的手碰到 导线或者是这些 边边的时候 他的数值是多少 0或者1.23 你利用这个 规则 去变化说 我可以利用 Squatch 2 来做触控 做什么效果 动一下 让你脑筋想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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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让你脑筋想一下 感谢